這隻蟹用水煮 二十天營收三百萬 這大閘蟹 清蒸一向是主流 不過這家以杭州菜聞名的餐廳 料理大閘蟹 卻不崇尚清蒸 反而是以市面上少見的水煮為主 水煮裡面我們會放的 薑跟花椒酒 大閘蟹它本身是無花大閘下水 那它的腳並沒有脫落 這是一個 還有它每一個間隙裡面 它本身就已經封住了 你煮熟的時候它已經鎖起來了 所以它的鮮味不會流失 那另外只要用蒸的來講 出來它會比較乾 那用水煮呢 你在挑肉在吃的時候它比較濕熱 去年蛋與水煮陽城湖大閘蟹 和相關料理 二十天內創造了三百萬月季 今年除了陽城湖大閘蟹 還多加了長蕩湖和太湖等產地 外表看起來差異不大 不過一線開蟹蓋 陽城湖、長蕩湖顏色偏直 而太湖則偏黃 但入口時 風味最好的卻是陽城湖 赤枝、太湖、長蕩湖則最為平淡 而另一家飯店則推出了 清蒸太湖大閘蟹吃到飽 販售一個月 賣掉了三萬六千隻大閘蟹 若以最便宜的相午茶時段計價 最多一人吃到七隻計算 一個月業績 保守估計也有762萬元 活動也將延期至明年一月 小小的大閘蟹 大大的美味 可是最有力的 稀客利器啊 洞星丸台北報導 什麼表示 十多月 百元 百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